看完水里游的来看空中飞的 有一份调查显示 台湾黑渊也就是老鹰 在2015年的时候呢 是426只 到了2016年 比2015年大大增加了200只 其实老鹰呢 是食物链的最顶端 同时也是环境的指标 当老鹰数量减少 就代表人类生活的土地出了问题了 比方说红豆田农民毒鸟 而老鹰呢 就吃到毒死的鸟而死亡 不过近年来 政府不但停办了灭属州 毒鸟事件也减少了 所以研究会就表示 老鹰数量增加 代表了友善土地的观念跟行为 逐渐在发酵 让老鹰生存的压迫有了缓解 周末一大清早 三四十位民众在捷运站聚集 他们带着相机望远镜 要跟着台湾猛情研究会 到碧潭赏银去 翡翠水库这个点 我们每一年都有记录到将近有超过100只的黑鸟 那碧潭这边经常在这边活动的大概就有超过10只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有机会可以看到黑鸟这种 初春时节暖阳露脸 新店稀盼处处生机盎然 有白鲁丝成群结队玩耍觅食 还有大型冬候鸟仓路 等换上鲜艳羽毛后就即将起航回到北方的家 不过这片干净的水域 有另一位主角更抢劲 山头上出现几个小黑点引起一阵惊呼 仔细一看俗称老鹰的黑鸟正展开双翅朝我们而来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让你分辨黑鸟跟鱼鹰的不一样的飞行方式 你看黑鸟拍翅 它是从肩膀一直拍拍到翼尖 来来来 腋下有白色羽毛 仿佛鱼尾的尾巴清晰可见 锐利眼光在水面上来回搜寻 不时向下俯冲快横准 如果看得不过瘾 还可以穿过壁潭吊桥 爬上河美山步道 从山腰向下俯看 靠近山凹处也能看到黑鸟踪跡 看头上 有看到 都来了 很近一只 春天是动物的求偶季节 所以他们如果两只两只常在一起活动 我们就会也许会推论他们可能已经在一起了 那他们就会想办法去找到一个地方去煮草 一边追鹰同时解说习性 台湾猛禽研究会已连续好几年免费举办赏鹰活动 只要能让更多人认识黑鸟 保育理念越能向下扎根 黑鸟 鱼鹰 凤头苍鹰 绿绣炎 白头翁 红嘴黑杯 剧部都是每个周末都会去山上找的 就是看商料这样子 很多猛情会的伙伴的协助就会比较抓到那个重点 就比较容易在适当的地点 适当的时间做 就很容易观察得到 是我们人慢慢靠近他的地方 才让他没有地方住 那他就变成要需要去适应人类 然后跟人类共存 所以他会发展出他特殊的习性 刚才叫了 听到嘹亮叫声又惊又喜 今年一开春黑鸟还有个好消息 同样令人振奋 台湾猛情研究会成员 去年秋冬前进屏东三地门 牡丹水库和北部翡翠水库等地 进行全台同步调查 发现一度濒临灭绝的黑鸟 从2014年的359只 2015年的426只 一路攀升到2016年的626只 短短一年内增加200只 让爱鸟人士稍稍松口气 最好的是你在做环境利用之前 可以先去评估说这个地方的物种 然后根据这些物种来做相关的调配 不是说以我们人为本位来做 天气失良仍可见到鱼鹰出巡 台湾猛情研究会研究员曾建伟 带我们来到新店湾潭 这里依山傍水 只要季节对了也能见到黑鸟出没 我们有一个愿景啦就是希望说黑鸟能够回到他原本棲息的地方 那比如说北部这边跟屏東那边原本就有黑鸟的族群了 不过原本在台湾的中部也有黑鸟的族群气息在那边 那我们是希望说有一天中部的环境是可以适合黑鸟 它回到那里是安全的 曾建伟亲自参与黑鸟调查 虽然乐见数量增加 但中部地区包括南投云林苗栗县等地数量依旧稀少 黑鸟的富裕之路还有待观察 我们的主角黑鸟到现在我们像是在今年 我们还是有陆陆续续发现说有雏鸟 被人家抓了然后又跑出来脚上有皮带跑出来这个状况 所以还是一直有人在抓黑鸟的幼鸟来做非法的事 导演梁杰德拍摄的老鹰小飞在2015年底上映 虽然票房回收与投入的时间精神不成比例 但这部纪录片已为台湾的农业环境掀起一场无声革命 有超市业者弃作友善老鹰红豆 面积从去年的30甲增加一倍到今年的60甲 希望黑鸟漫天飞舞的景象有一天在台湾重现 因为像我们在尼泊一棵树上就400多只黑鸟了 所以跟这个数量是差很多 那像香港 香港的面积比我们台湾还要小 可是香港的冬天 像12月那个月份的话 香港大概可以看到2000只的黑鸟 所以相比的话我们还是数量还是不太过 有些民众会以人工喂食的方式吸引老鹰停留 但这种行为其实是在破坏老鹰的自然生态 因此我们在基隆港边 不时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警告牌 呼吁民众要自我克制 黑鸟是二级保育类动物 持续面对的除了农药威胁 提提破坏和违法猎捕饲养外 错误的保育观念同样埋下隐忧 唯有持续落实环境教育 不只黑鸟包括其他稀有鸟类也才有生存机会 TVB的新闻联育名代言里 基隆台北采访报导